洛义君自由复刊我家的狗儿们从最初去收容所再回他们已经六年了 这样的六年小儿子从小三生变成高一生 大儿子从小六生变成大一生 说来对我真是如梦如幻 他们刚来我家公寓时还是那种小狗可能受到被捕狗对抓 集体监禁 一击和母亲生离死别的创伤 每只都打却可怜见的 后来其中一只叫作斯德高雄一位好友炮灰 非常够义气的收养了 我每回下高雄一定去小岗看看我 当初带着他搭高铁 无比爱伤送去陌生的的这孩子 其他三只小端和弟弟雷宝呆 本名很威猛 叫雷震子一直在我们家 另一只小母当时原本是一位台中的脸友 收容了两年 后来家中有变又送回来 现在这三只小狗可是腿长 母母的腿略短的帅哥美女啊 啊我真不知道怎么描述我家这几只狗儿 我想爱狗人一说起他家的狗就会像动漫迷队一般人说起他们只爱的傻傻傻 你完全听不懂但他们可是两眼梦幻泛类 我家的狗儿其实非常不接地气 他们自早就住在这城市半空四楼的公寓里 天气好些时我会带他们上顶楼 我在上面种了五六十盆小树盆栽的阳台 他们会非常兴奋的在那些花盆间秀文 撒尿占地盘快乐到不行 偶尔孩子们放暑假 我们必须言整意 代替他们系上狗绳 一人牵一只 小心地下楼梯间 不能惊扰到邻居 倒下弄里要分开一段距离 因为他们自小太少出门了 因此出门太兴奋了 有时会牛咬在一起 他们又都长成中心犬 那种太兴奋拉着主人往前冲的模样 看在冷漠拘谨的城市人眼中 很有威胁感啊 因为他们究竟不是那些小个子的贵宾 蜡肠 马尔基斯 或温和无害的科基犬 边境牧羊犬 甚至拉布拉多 柴犬 恶性循环 要带他们三只集体去趟大安森林公园 跑跑 变成乡下人进城那么大动干戈的大使 而孩子们上高中后 慢慢各忙各的 欲南群员集合一起带狗出动 于是他们就 只能是我一人 刚上赶下的到顶楼阳台放风了 我在脸书写过 有时有那在巷子里 骑车穿巡的 就该拿躺漫墨的摊车 远远的三只小狗会仰起喉咙 像小狼那样哦哦哦的嚎叫 非常奇妙 平时他们完全没这种嚎叫的形态 我不知他们是从哪去的 那嚎叫声如气如速 好像在召唤他们的妈妈或是汪行人 有一艘太空船正驶过天空 要离开地球 遗留下他们 我们都戏称小狼乐团开始要演唱咯 小狗真的是天使啊 我有几次误会了小端 譬如其实是母母在我床上尿尿 但小端不知为何一脸惭愧 我便狠狠训斥了它 后来发现是我弄错了 但他们有 远不会有人类那样的记恨 怨称不再相信你了的眼神 永远五分钟过去 你内心带着愧疚呼喊它 便英明扑进你怀里 那么柔软 永远忠诚 永远最纯摯的爱 有时我在外面的世界 受到了创伤 目睹了不意 浑身疲惫是冷回到家里 他们那个欢呼 扑跳 舔你的脸 主人 你可回来了 我们等得好苦哦 那真是把灵魂里最坚硬的兵都融化啊 洛义军的小儿子和小端 洛义军提供 洛义军的太太与小端 洛义军提供